新的是这个消息 彰化是福田里的守望相助队 这位呢56岁的队员 年初二的晚上10点半 照常开车来巡逻 却被一位呢 酒驾的货车司机给撞上 撞击强大 这车门呢整个撞开 而这队员呢 还从车子里面飞了出来 队员赶快送进医院 把他啊这个送进医院来急救 幸好目前脱离险境 年初二夜晚 守望相助队的轿车开车巡逻 正准备带转 这时一旦货车 直接从后头撞了上去 车门撞开了 驾驶竟然飞了出来 路人看到一个接着一个赶来救人 驾驶是一名守望相助的队员 已经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被撞的守望相助车 车身凹陷几乎全毁 玻璃也碎了一地 正不叫车惨不忍睹 怎么也想不到 身为彰化福田里的守望相助队 过年期间不打烊 照常巡逻 才要跟警方汇壳 却被酒驾的货车撞上 遭上的队员住进加护病房 目前已经脱离险境 守望相助队 牺牺牲过年假期 照顾乡林 却被酒驾驾驶撞上 大过年却进了医院 中间新闻 陈孟茴彰化采访报道